整天會不會很累 涉嫌占領助理費案時候 全日開庭新出市長高虎安 上午下午都泡在法院裡 與三名認罪被告助理 進行交互結問 上午有特別要做怎樣的準備 可以早點嗎 放開面嗎 早四十分鐘 麻辣松是開庭 讓前助理陳玉凱申情略顯疲憊 面對記者提問 只說會如實回答 而他的前頭是黃慧文 則是當庭大爆料 表示高虎安看零用金的帳 看得清清楚楚 他雖然身為行政主任 但就連十塊錢都不能坐住 像是幫忙帶領高鐵票的手續費 若想要請領 零用金高虎安也會碎裂 認為這個錢 應該要由助理自行負擔 小金庫是高虎安指示的 還是你建議的 而零用金制度 到底是誰宣布實施 另外三名被告助理 都說是聽從黃慧文指示 不過他依舊政主任 應該要由高虎安 來跟助理們溝通 而他們實際加班 時數絕對超過可 申報上限 高虎安遭控虛報 福報助理加班費 46萬30元 因此被北檢依貪污 未遭文書罪起訴 而其中黃慧文負責 幫他記帳 他的證詞 對於審判影響至關重要 而唯一沒有認罪的助理 王玉文則因為出國慶假 預計將在17號與高虎安 同時以證人身分出庭作證 近新聞 張信聚 張警察 採訪報導 請大家 請大家